大家好,我是Marco,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这次来到宜兰撞伟,你来过吗?话不多说,让我们看下去 那幅补天宫就是女蛙庙 大家应该都知道上古时代女蛙补天 为什么宜兰撞伟会有补天宫呢? 原来在清朝道光八年,西元1828年 五月间村里的小孩在海边游玩 忽然看见海浪金光闪闪,飘来一尊神像 神像底部刻有浙江女蛙娘娘六志 经过综艺奉饰于大湖村某处的草寮内 经过两三年,神灵显赫香火日盛 而令兴建木造庙宇奉饰 古早传说中有女蛙造人的故事 是全中国共同最早的母亲 女蛙娘娘是福西式的美美人手蛇身 一位神通广大的女神又称蛙皇帝母 最广为人知的就是女蛙补天 由于女蛙善于补天,天穷如伞 因此女蛙成为中国雨伞 和秀补业者所侍奉的职业神 在大福补天宫天花板的壁画 美幅画介绍诸神的时期 壁画体现宗教艺术之美 宫廷寺庙宇建筑更新奇 精心 台湾祖室女蛙娘娘庙宇共有七间 其中以宜兰大福补天宫为最早 5月初九为女蛙娘娘圣诞 妙方特请离园演唱 踩踏活奔 宋经离战献祝 祈求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当天也有进香团 搭着游览车特来进香 放着鞭炮毫不热闹 这也是台湾民间传统文化 第一次来大福补天宫 真是不需此行 有机会您来宜兰壮 不妨也来参拜我们的母亲 从大福补天空到撰为彩绘墙走路四分钟就到了 士大福的彩绘墙 描绘出宜兰壮围场花生哈密瓜 以及靠海捕鱼的渔民 在壮围海边也看得到灰山岛 看看我们类为亲拍的照片 看看我们类为亲拍的照片 我们类为亲拍的照片 慢慢往沙滩走 听到海浪声音 就知道没有走错路 一直到看到海 从左到右一百八十度 发现海滩是无止情没有重点 黑色的沙 是好也不减低我们的性质 听海看海 随随海风 超疗愈 流下着归山岛 感觉跟归山岛的距离拉近了 非常推荐朋友来撞尾沙滩走走 这边游客不多 我时间充益可以在这里多待一会 从撞尾海滩到古亭古仓 开车大约七分钟 古亭古仓装置艺术 位于撞尾乡 农会古亭办事处正对面 原是一座捏蜜场 废弃之后闲置一段时间 树根顺势占领了这边 原先呈现一篇荒烟漫草的销索景象 经过艺术家的巧手与巧诗 古亭古仓瑞变为一处大型装置艺术群 也是网美拍照打卡的好地方 这里保留聂名场原先的风貌 以此为基础加入许多聂名场历史的异象 包含藏在角落的白米硕像 隔着窗框与窥见的机具 则指艺术形态的马雀 与象征白米的几块光华大石 几棵小树在四周 还冒着为这处废墟的新生欢欣鼓舞 从每个窗框向外看都是独一无二的风景 这就是起初的魅力 这就是起初的魅力 这就是这种魅力 的应用 这就是魅力 还不得注意 这就是魅力 这就是魅力 你会不会想像工人 在这种魅力 这个魅力 整体来说是一座敬意美丽的老建筑 值得爱此风格的人前来一游 喜欢本集内容欢迎按赞收藏和分享 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更多的旅游景点与您分享 谢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我们下次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